不管是跑步或是騎腳踏車 我的想像啦 當然是不知道對不對 因為你看如果騎腳踏車 騎腳踏車膝蓋不是要這樣一直蹬 跑步雖然也是這樣 可是感覺上腳踏車的那個蹬的 那個角度比較大 所以這個傷害性會有不一樣 我們要強調一點 所有的國際期刊都沒有說 長期跑步的人容易得到退化性關鍵 OK 而且答案反而是相反的 是比較不容易得到退化性關鍵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的肌肉就需要鍛鍊 因為它有助於關節的穩定 那跑步的人他的肌肉 是得到很好的鍛鍊的 所以他關節會比較穩固 第二點 事實上我們的軟骨是一個活動的動態 當你踩下去的時候 它會把裡面的水分跟養分擠壓出來 當你的跑步伸起來的時候 它沒有承受重量的時候 它會把我們關節腔裡面的養分 再吸收回去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好的 反覆的訓練動作 所以我們要強調就是運動得到 不管是跑步騎腳踏車 其實都沒有傷害 OK 最重要是運動不當 什麼叫運動不當 我太胖 我就跑太遠 或者我頻率太高 我有受傷了 批倒不懂得休息 沒有做緩和或者熱身的動作 那腳踏車我們是建議說 腳的彎曲角度不要太大 最好的那個腳踏車的腳墊 能夠高一點 有一個證據顯示 我們心應該會受損 是因為彎曲角度過大 過大產生它過大的壓力 加上頻繁的摩擦 這才是重點 OK 所以其實張醫師剛剛講 因為我比較喜歡騎腳踏車 那後來騎腳踏車 有一次我去腳踏車 到腳踏車店弄的時候 他把我的座椅調得很高 我就跟他說 這麼高好不舒服喔 因為我印象中 應該是我停紅綠燈的時候 我腳就踩在那 他說沒有 他說應該是你停下來的時候 你的腳應該是稍微要墊一下 那個高度 我說為什麼要搞那麼高 他說那個才是 就跟剛才張醫師講的那樣 那你的腳在踩的時候 那個彎曲的角度 他說那踩不會傷到 OK 好 可是如果真的講到膝蓋是怎麼樣 我們現在講 既然有兩位演員圈的代表 我不曉得是不是就請 是不是就請黃先生 幫我們看一下說 膝蓋能夠用肉眼就看 不需要抽骨頭出來看 對不對 抽骨頭 用肉眼看就可以知道 對 我們其實也教觀眾朋友 就是怎麼去觀察你的膝蓋 然後可以提早去防範一些 可能不必要的傷害 好 那是不是麻煩兩位 來 我們到中間來看一下 你們的膝蓋有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先來看 阿迪的膝蓋 我們要觀察的時候 有幾個重點 就去看這個是膝蓋骨 膝蓋骨它的上緣跟下緣 都會有一點點的皺褶 沒有到非常多 所以我們去看兩邊 是不是對稱的 然後是不是往前 如果說它是往側邊的話 其實也是一個警訊 往內的話也是一個警訊 阿迪這個是算 這個都還OK 我們接著就來看 它的腫脹狀態 好 那我們這邊會看到 這裡有一塊有沒有 突出來的 有 這邊 這邊有一塊 這邊也有一塊 對 這個腫脹其實就代表 它其實有一些過度的磨損了 就意思是說 它這邊開始 有一些發炎的狀況 才會讓它這邊都腫腫的 我們去按壓的時候 會有 你怎麼樣 會痠 會痠 對 就這兩側 所以我們的膝蓋 其實正常的膝蓋 不應該會有這種 突出來的腫脹 有一些人 他們是腫在內側 然後內側 接著就會往下 在肌肉的地方 都會有一些痠痛 如果是腫在外側 旁邊這個地方 我們其實去按壓的時候 它會有一些骨障的感覺 它就代表這邊 開始有一些發炎 它還不算很嚴重 可是代表這個地方 已經有發炎 應該就要去看醫生 對 然後可能要去訓練 一些大腿的肌力 然後要去做一些小腿的伸展 OK 接下來 高群大哥這個 我大他差不多30歲 好 好 我們這邊一樣就是 先觀察這個 像去觀察這個皺褶 皺褶觀察完此外 我們去觀察兩邊 就是內側這個地方 它的確會碰到 但是它不會碰到非常地多 等一下 跌到這邊跟 會碰到 它好像不像它這麼嚴重的感覺 對 它這邊 大家去觀察這個皺褶 就是皺褶的程度 然後還有內側這個地方 像這邊會很明顯看到 有一個比較腫的區塊 有看到嗎 這邊就沒有那麼腫 這邊就比較腫 就是內側的角度 所以我們去觀察這個地方 通常像剛剛阿迪的這個 我們叫它關節線 Joint Line 這個地方有一些疼痛的話 是一些很多的磨損壓迫 跳躍造成的 對 我追擊它是以前會痛的 對 這邊的話 這邊的腫就是比較長期的 好像炒到過頭 對 超過頭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看得到 就是給鏡頭看一下 這邊就特別明顯有一個腫的狀況 就代表你右邊 就是這個地方 一個是過去的創傷紀錄 另外一個是使用的習慣 你可能這個地方的使用習慣 比較多也會造成這個情況 我甚至連主持節目 都站在這個地方 所以右腳實力比較多 對 有一些人習慣 就是有慣用腳 就會施力 就會站在這邊 是 這一個身體 對 還有右腳 對 其實以這樣子的觀察 高群大哥的膝蓋 其實還比阿迪好 真的喔 我有硬重的 對 我們每天都走 40分鐘耶 這樣很色情耶 真的喔 當然喔 還拉筋拼 現在這35歲的 我也老真帥 去保養 阿迪 你 陳津醫生有跟你說過 你有一點輕微的退化性關節 之前我去 因為真的痛到不行 去看醫生 甚至打磁痛症才能表演 然後醫生就說 我要小心注意 會有輕微的退化性關節 所以我現在只要 天氣一變化 我的膝蓋就會很痠 OK 如果說你真的有 輕微的退化性關節 當然天氣的變化 或者過度的勞損 或者勞動的損害 你會比別人 更容易感覺到症狀 OK 好 所以呢 基本上還是覺得 年紀真的不代表身體健康的程度 是喔 證明這件事好不好 恭喜高群大哥 謝謝 好 來 謝謝前輩 可是像高群大哥講說 你平常是喜歡爬山 對 你平常會喜歡爬山 是 你現在要爬山嗎 不敢爬了 為什麼 我以前爬那個觀音山 那個硬漢嶺 1300多街 有時候一次都不用休息 後來就差不多40歲左右 那時候就感覺到 有時候要休息兩三次了 有時候要休息四五次了 我老婆說這樣還是 我們換個矮一點的 換象山了 換到一上一象山去 爬爬 後來有一次我就感到 哎呦 這個骨頭這個 腳踏的這樣 會痛 我就跟老婆說 怎麼搞的 會痛 有一次更嚴重 要接電話 要下那個樓梯 不小心軟腳 翻腳踏 好 翻一個多次了 不動 好 那時候我就嚇到了 所以慢慢好以後 我就開始爬山就戒掉了 換走路 現在還保持不錯 OK 詹師請問一下 我們好像聽人家 他講說膝關節退化啦 或是怎麼樣 到底什麼樣子 可以看得出來 他叫退化 那我們拿一個模型來講好了 這是一個膝關節的模型 這邊是骨骨 我們膝關節包括骨骨 下面有頸骨跟肥骨 它主要有三大關節面 這個就是 頸骨跟骨骨關節面 內外側的骨骨頸骨關節面 那其中還有很多軟組織 像前後十字韌帶 內外側半月板 以及內外側的韌帶 這就是維護 我們膝蓋的一個穩定度 當人如果在年輕的時候 體重過重 或者他從事工作 是比較搬重的啦 或是磨損量高 像運動員 他長久的磨損像創傷 或者是說過度的活動 老年人因為他的內生性的 一個葡萄糖變少 以他肌肉力量變少 保持關節穩定度 力量比較不夠 這時候就會產生 我們軟骨的磨損 那軟骨的磨損剛開始還好 你還可以承受 漸漸的軟骨磨損光了之後 我們就會感覺到疼痛痠痛 甚至會在我們的骨頭周圍 為了代償作用 因為我們還是要接受 這麼多的勞動 他會產生骨刺 增加他的表面積 對不對 那產生骨刺之後 就開始變形了 因為我們軟骨被磨損掉了 或者是半月板被磨損掉 變形之後 有人是內翻 比如說外翻 那主要還是內翻為主 就變成O型的形狀 我們希望